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摄影的三个问题 1.为什么要摄影 2.何为摄影 3.摄影的分类 第一.为什么要摄影 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大多数人都相信会接受的是因为喜欢 没错的 摄影就是一组纪录 拍照就是为了要保留 保留一些不想忘怀的美好时光 记录下平凡日子里面 所发生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不论是欢迎 或者是悲伤 拍照就是要将重要的时刻 留为纪念 记录下 今天的足迹 作为 以后的回忆 拍照的意义就是要将瞬间 就算了 重要的就是用照片作为人生路上的见证 通过摄影可以训练我们的观察力 还有不断探求美学的修养 要不断地思考 寻求画面与观想者沟通的渠道方法 培养出摄影眼 因为在摄影创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首先要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 就是主题 继续去静思感受一下它 不断地观察 寻找理想的拍摄位置 角度 等候合适的时机 令到画面所有元素的安排 都是在相关的光影关系里面 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之下 我们才按下快门 去拍摄一张照片的 这样我们用镜头 就会看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不平凡的世界了 第二 海涉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 摄影这个字眼里面的意思 入手去了解一下 摄影是源于西方 摄影的英文名叫photography 是由photo和graphy两个字所组成的 字元是源于希臘 photo意思是光 graphy意思是绘画 摄影就是用光去绘画 故此 摄影的精髓在于以光作画 摄影是指 运用philm或者感光元件 去记录光照底下的影像 摄影也可以指以光作画 这个拍摄行为 三 摄影的分类 摄影的种类范多 简单介绍几种教会典型的 第一 记实摄影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听听这个字面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用摄影去记录真实 一种很客观 不会虚拷不夸张的形式 通常用一种找拍的方式 去记录事情 记实摄影 记实摄影通常以人为本 比如说是人和大自然 人和人之间 或者人和社会等等 摄影绝对比文字描述事情更加有力 好像新闻摄影那样 是记实摄影的一种 新闻摄影 是以时间性突发为主的 图片通常以一张为重点式去报导 而记实摄影的体材 通常早已经存在在被忽略的社会里面 记实摄影的展示 大多数以一辑为主 去交代清楚整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任何客观地记录真实面貌 直率而不修飾的拍摄形式 就是记实摄影 二 艺术摄影 艺术摄影 艺术摄影师的拍照 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 自身的创作意图而制作 利用作品表达他个人的主观感受 和所思所想 以展览的形式去宣传 和介绍作品 最终以销售照片为目的 能够冠以艺术知名的摄影作品 都具备有高阶的摄影技巧 和聚视能力 画面除了想深月目之余 都会别具个人的风格和意义 能够带给观赏者愉悦之余 照片还会感染观赏者 有新的体验 新的感受和启发 三 商业摄影 Commercial Photography 商业摄影是以销售和推广工商企业 或者公营机构的产品 或者服务为目的 凡是以提供摄影服务去换取金钱 都可以概括地称为商业摄影 可能包括产品摄影 服装摄影 即是时尚摄影 广告摄影 活动摄影 人像摄影 分红摄影 风景摄影 手机摄影 Mobile Photography 如果最好的相机 就是你能够随身攜带 那就非智能手机莫属 手机拍照 操作简单而轻松 图像质素也相当不错 既方便放上社交媒体 亦都可以拿去充塞店放上3R路 甚至是8R路都好点 故此手机深受悠闲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科技的进步 令到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创作人 随时随地都可以记录低生活的美好点滴 手机令到摄影普及化和生活化 激发更多人的摄影热情 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两位摄影师 一位是技术摄影师 另一位是艺术摄影师 二十世纪出现过不少伟大的 技术摄影师 以下介绍的就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位 他就是技术摄影界的先驱 美国摄影师Lewis Wixheim 路易斯韦克斯海恩 以下我简称海恩 他生于1874 出于1940 海恩他曾经这么说过 摄影不应该单单为了美 摄影应该拥有他的社会目的 摄影除了要表扬一些值得赞美的事情之外 也都要浮现一些必需要糾正的东西 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 同工问题就非常严重 并且扩展到全世界 那个时候年龄5到14岁的小朋友 因为经济问题 不单止不能够上学 他们还要一早起床去派报纸 或者到农地工厂 矿场 或者家庭式的小工厂 等等去做童工 出卖努力去换取微薄的金钱 去帮报加计 而当夜班的小朋友 还要一直到晚上12点才可以下班 当然 20世纪的美国也不例外 这一张是凯恩在1908年所拍摄的《棉花厂的类鞋》 1908到1917年 凯恩被委任为美国同工委员会的摄影师 他用相机记录了当时有关同工的艰苦生活 用镜头揭发出隐藏在社会阴暗处的同工实况 引起大众对儿童劳工问题的关注和同情 亦都因为这些照片 导致到美国总统罗斯福 在1938年签署 并且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正式规定最低工资每周工时 还加满工作的安全 并且制定了有关同工的规定 和废除了濫用同工 凯恩他不仅拍摄社会的苦难 他也向世界展示出苦难中的尊严 他帮助人们重新增开眼睛 去看清楚另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 画以摄影 以其独特之美 在艺术摄影领域里面独树一次 引发风光摄影 Landscape Photography 成为重要的主流 美国摄影师Ansel Adams Ansel Adams 就是一个独步于风光摄影的巨人 他生于1902 出于1984 阿当斯已拍摄黑白风光照片 享誉国际 他长时间拍摄美国西部风光 尤其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奈华达沙蜜里面的 用Signative Valley 幽性美地山谷系列的作品最为著名 阿当斯喜欢用大片幅的相机 以纯粹的摄影手法 去表现既真实又美丽的大自然风光 他的照片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画面上不会拍到人物 他的纯风景照片 与社会和历史完全切割 与人民和文化也没有任何的联系 这样的照片所交代的是 既纯粹又静默的风光画面 赤裸裸的大自然之美 这些自然光影的魅力 超乎一般人的感受 既跨地域也超越国界 没有时代的束缚 阿当斯的作品不但开拓了人们眼界和思想 那些令人惊叹的影像 更能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 而外风光照映的人 对阿当斯在1941年所拍摄的这张月星 《Moonrise》 绝对不会陌生 这张照片是应用上他所发明的 《区域曝光法》《Song System》 所制作出来的揭作 1941年10月31日的一个寒冬 在日落的黄昏 阿当斯带着他八岁的儿子 Michael和他的朋友 《Song System》 经过新墨西哥州 赫尔南德斯小镇的时候 偶然看出窗外 被眼前的美景客外了 车窗外的远方 好像挂住了一幅很大的照片 一样 这个时候 夕阳的余暉还未散尽 但是一轮明月就已经升起了 跨向远处的云层和積雪山峰之间 山脚下面静默的教堂旁 那些十字架碑反映着夕阳的余暉 一闪一闪地扭动着 他立刻收起了器材 跳下车 匆匆忙忙跑上山坡上面 架好相机 因为找不到拆光镳 所以一切都是凭他的直觉操作 照片完成那时 照射在霧原十字架上 那最后一抹阳光 刚刚好消失了 光影少顺即逝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沛上亚当斯熟练的技术 打造出这一张绝世佳作 今次的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欢迎留言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支持 再会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